接下来是科技新品的消息 2013年美国CES大展 各式各样前卫的科技纷纷出荣了 像是Google智慧型眼镜 展场上已经看得到 还有比人还要大的巨无大iPhone音箱 更让国际买家看了哲哲称奇 我最吸睛的是南韩三星 今年端出无数寸有弧度的偶类电视 人气低迷 接下来看记者叶九龙潘海峰 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采访报道 Liveband朝着气氛 仔细看乐器很特别 竟然是三星大智老饥黄 Galaxy Note 2 不过CES展西京的前卫科技 还不值这样 南韩大厂三星展出了 全球第一台会弯曲的电视荧幕 那么由于面板微微的有弧度 所以其实我站在这个角度 这么斜的看过去都非常的清楚 三星套这台55寸圆弧曲线的 OLED电视 吸引满场国际买家和媒体目光 而各批摊位LG也有法宝聚集人气 来到CES主场馆LG的摊位 这里布置的好像是一个电影院 同时还有一面全球最大的3D电视墙 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可以免费拿到一部3D电影 来感受一场3D的视觉饗宴 3D风似乎还没有退流行 而智慧眼镜也很有话题 智慧眼镜的概念在CES展上已经成型 像我手上这一副 戴上它号称你眼睛看出去的地方 就等于拥有一个14寸大小的1080P高画质萤幕 同时可以上网还可以讲电话 美国科技厂Viu6抢先Google一步端出智慧眼镜 嗆瞎售价会压在1万5台币 目标2014年就会上市 而另一头触控餐桌也有概念新品 到餐厅吃饭如果桌子就是电子菜单 那应该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吧 其实这张桌子就是了 我可以选择我要喝果汁可乐甚至是咖啡 点完之后订单就会直接送到后面的厨房 完全不需要waiter 就连最后吃完了要结账 其实也可以在桌上就直接搞定 触控餐桌适合用在医院机场和旅馆 而喜欢办party的话 就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款新玩意儿 这是一般的iPhone喇叭 摆在家里的客厅或是房间都很适合 不过如果换成了这个 恐怕你家里的客厅要够大才摆得下 超级巨无霸音箱 站在旁边显得渺小无比 即使一台要价百万台币并不便宜 却也已经够让CES参展民众嘖嘖称奇 东森财经新闻记者夜总网潘凯峰 我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采访报导 好 好